那时 分封侯黑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 就对他的臣补说 这是使者若汉 他由使者中复活了 为此 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 原来黑洛德为了他兄弟斐里伯的妻子 黑洛迪亚的缘故 逮捕了若汉 把他愁在间里 因为若汉曾给他说 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 黑洛德本来有意杀他 但害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以若汉为先知 到了黑洛德的生日 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席间跳舞 重悦了黑洛德 为此 黑洛德发誓许下 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 他受了他母亲的殊死后 就说 请就地把若汉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十分忧郁 但为了誓言和同袭的人 就下令给他 水菜人在尖里攒了若汉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 给了女孩 女孩便拿去给了他的母亲 若汉的门徒前来 拧了尸首 埋葬了 然后去报告给耶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